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当然也推特上面有很多抹黑和造谣我的一些语言 我也没有时间呢去回应 但是呢有些听众提出自己的问题呢 那么我会呢给大家做一个回应 曾经看过一个我的一个视频关于六四公案 就是原来外交部的部长当时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启生 在接待美国时任国务卿备客访华时候 谈到过的真假吴建民的案子 那么很多朋友关心 贝克现在还是否健在 你建民有没有跟贝克取得联系 听你节目里面讲你想找到贝克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急切找到贝克的心情 因为贝克先生是1930年生的 贝克先生现在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 听说他患有这个老年疾病 他住在这个德州德克萨斯州 我通过朋友联系过他 我也通过一个曾经跟贝克建立非常紧密联系的朋友 给贝克发过电子邮件 希望贝克先生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 我和贝克一见但是不知道这位朋友帮我联络的这个电子信是否送达 贝克先生是否收到这封电子邮件 如果网上有朋友能够认识贝克先生 能够跟贝克先生曾经有过 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我希望拜托这方面的朋友 能帮我联助贝克 我真的非常希望 在贝克先生有生之年 我和他能够共同 坐在一起 能够回忆起当年这个历史事件让接近历史的全部真相 能够大白以天下 因为仅仅是钱其生他在他书里面写的这个书面的记录 他不过是披露这么小小的一个细节 但是对贝克先生和他见面的所有的 所有的具体的细节 我都关心我都了解 所以说如果有朋友 能够联系上贝克先生 建民非常感激 你能提供我这方面的帮助 寻找贝克先生 他是我的一个夙愿 同时 我本来一直希望能提前找到贝克先生 用事实 来回答 台湾刚刚死掉的这个 叫李瑶的人的污蔑 因为李瑶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去谈 钱其生的这本书 在这个书上 李瑶他对我完全无知 他在那个信口治黄 他完全按照钱其生书中的口径 去描绘 根本就没有一个学生领袖吴建民存在 而仅仅只有外交部的一个新闻发言人叫吴建民 他甚至嘲笑贝克 你自己就是糊涂 犯了外交错误 能够把名单张冠礼贝 美国秘密跟 中国谈判 希望能化解这个事情的时候 国家领导人也愿意跟他们谈 他们派谁来谈呢 派美国的国务卿 贝克来 到了中国来谈 谈的时候有趣 大家看到没有 在人权问题上面 中国方面坚持内政不得干涉的原则 同时通报了一些美方关系的情况 我可以跟你谈 可是你不能敢 你不能管 美国方面呢拿出一份的 长长的所谓 被抓的 不同政见者的名单 其中呢 以讹传讹 错误百出 有的呢 只有拼音 都不晓什么人 没有汉字 不晓得 所指是谁 名单中呢 有一个人叫做吴建民 我就是钱秦深 向贝克说 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啊 是叫做吴建民 正在现场 这个时候呢 这个吴建民就说 在 我就是吴建民 这美国国务卿贝克看了以后就很窘啊 可是他反应呢 还算很机敏 马上说 哦 你给放出来了 引起哄堂大笑 什么原因呢 你美国乱开名单 乱开清单 我们没有抓这些人 你说我们抓了 就闹着这个结果来了 所以呢 整个的外交实际 在这一章里面 透露了这些讯息 这本书呢 我告诉大家啊 这个是 去年10月第1版 今年2月第7次印刷 我买的第7次印刷 对于李遥这种流氓嘴脸 我多年来一直有过对他的揭露 但是贝克先生如果没有找到 很多当年的一些事实 我没有办法做出更详细的披露 也就是对李遥 我一直要打脸打这个老流氓 这个被中共豢养了多年 是断了链的那条赖皮狗 我一直要对李遥 进行给他回答的 可惜 这个老家伙已经死掉了 李遥死有余辜 李遥的死在他的尸体上 应该该上中国共产党党旗 李遥这条老狗终于断气了 李遥罪恶的一生 在一片谩骂声中死去 李遥的这一生是非常可耻的 他后半生唯一做的一件好事 就是死了 因为李遥这个人 他欺世道明 任贼作妇 这个一生作恶 尤其到他的晚年 帮助共产党 摇旗呐喊 帮助共产党吹鼓的 这么一个老流氓 在他一生中罪恶累累 李遥的死是共产党的一大损失 李遥的实际上 应该盖上共产党的党旗 李遥的这个遗物应该送进八宝山公墓 李遥应该用玻璃棺材 睡在毛泽东的旁边 李遥最可耻的一生 就真实的记录了 中国一个文人 一个无耻文人 可以丧失良心丧失脊梁 可以任贼作妇 共产党是一个罪恶累累 罪行滔天的一个恶党 李遥他后半生完全投靠在中共恶党 在中共恶党手下 在台湾做了中共的打手和赖劈狗 李遥动不动沾沾自喜说他做过国民党的牢 他敢骂把他关进牢房的人 我以前就讲过 李遥你敢做共产党的牢吗 你敢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生活着 然后骂骂共产党看 共产党的牢房 你李遥去以后你这把骨头粗得来吧 可耻的李遥他后半生除了为共产党抬轿的吹喇叭 拿着共产党的钱去污蔑整个自由民主 同时李遥为共产党这个倒行逆施 去大唱赞歌 李遥完全是中国文人中最典型的那种 丧失人伦 丧失道德 丧失良知 卖身求荣 卖主投靠 同时是一个个人生活流氓诚信 侮辱女人恶贯满盈的这么一个一条老狗 所以这个人是死有余辜 他的身上就是应该盖上中共的档极 因为中共的所有恶 在李遥身上完全体现 李遥他就是郭沫若之后 比郭沫若更无耻的一种文人 李遥这样的人说在台湾是台湾的悲哀 李遥这样的人他如果在文革期间在中国 一定被中共整死了 因为像李遥这样的人虽然他会转身投靠中共 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共是什么样的人 中共是不管你是讨好他追随他 还是你背叛他 中共对任何一个人中共都可以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的 最最遗憾的是 李遥没有死在中共的牢房里面 李遥这条老狗如果当时坐了中共的牢 他的牢房里面 不要说给中共政府里面的预警 他折磨死打死 光犯人用点什么躲猫猫喝凉水 抽皮鞭 下马灯 就这些就可以把李遥就可以把李遥的马骨头 让他灰飞烟灭 关于有很多朋友问到 我们 黄埔军校 我们曾经想办一个民主黄埔军校 一直没有开学这个黄埔军校 是不是最后就是无稽而终了 我呢 可以告诉大家 黄埔军校呢 基本上就是被这些海外的中共的敌手 和头部 给破坏掉了 因为他们直接是向美国政府 大量的举报 就是我要搞的这个黄埔军校 是一个暴力型的学校 是一个企图建立武装 建立军事的这么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 讲会 制造 恐怖 屠杀 爆炸 啊 这个违反美国的这个反恐政策 他们在拼命拿着军校的两个字做文章 那么后来 我们的律师帮助我们修改过几次注册名称 设法 想把这个学校 就是更换成美国政府这些 能够接受的 官方注册的 这种学校运行 但是呢 因为 大量的这个恶意举报呢 让美国政府认为就是你再怎么改 你事实上军校还是这个兴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运作了大半年的军校 我们所有军校的筹备组的 这些朋友们 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资金 和我们彼此之间的各种资源 但最终 这个学校 被中共为首的特务 破坏了 在这个里面 这些特务们 是不遗余力的 目前这些特务都在网上 他们是哪些人 我大致都清楚 包括这次全民共产 大小特务们全部出动了 有的都是公开的特务 在网上你们早就揭露过 我都很清楚 还有的都是在美国纽约 这些华盛顿那种老赖皮狗 老流氓 我们谁都知道的 民营圈里面人人都知道这些流氓是什么 每天在网上面造谣污蔑我 什么我认识这个 我认识民营里面有很多人士啦 哪些人是这次是 文贵先生揭露的就是伟内了 跟伟内人士就是伟内了 这种理由简直是滑稽到极点了 跟伟内人士就是伟内 那你跟共产党人士你就是共产党 这个文贵先生揭露的这些伟内 很多都是在民营圈里面 已经和所有的民营人士都熟悉的这些任务 我作为一个从中国大陆到海外民营来参加各种活动的人 我在大大小小的民营场合的会议组织活动里面 见到各种民营人士是简直屡见不见的 你说我认识谁我一点都不否认 但是我告诉你造谣的人他比我认识这些人还要早 他跟这些人感情要深 他跟这些人是因为他自己小人行径 人家一起不理他 他已经被别人当赖皮狗一样听说 他对别人不过是一条恶狗 没有人理他 他跑来去来造谣我吴建民 我吴建民行的断利的真 我跟民营圈任何人都认识 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私交 我们仅仅是需要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 如果你跟我之间是能够共同志同道合能够合作的 我视你为战友 如果你这个人是在民营里面口碑很差 或者说你这个人要么是属于品行差 要么是思想不坚定 甚至你是属于共特的这个有共特的嫌疑的人 我不可能跟你往来的 你想想看 凡是造谣我这些人 我跟他之间有没有交情 我告诉你讲没有一丝一号交情 我跟他讲的话都不会超过三句 因为这种人我一看就不会跟他们讲话 那么为什么跟不跟他们讲话呢 是因为这种人我很鄙视 我不愿意理这种人 我一看 这种人哪是来反对中共的 这种人就是共产党的 在海外混狗粮的人 甚至有很多特务 我根本只是只听其名 甚至是恶名 但是我从没见过这种人 那就这些人 我不讲垃圾一般的人 都到网上来抹灰我 有用吗 不仅仅是到处造谣抹灰 更多的是离间 我们共政团队的关系 大量的语言 想离间 共政团队里面的主要人员 尤其 离间 挑拨离间 我和李一平 我可以明确告诉这些人 你们死了那条心 吴建平不是随便去选择战友的 我和李一平先生的战斗友谊 已经达二十多年 我对李一平先生是非常敬佩和仰慕的 李一平先生是坚定的 民主革命的理论家思想家 和一个战略实践家 他多年前就写了 专门针对颠覆中共政权的便决策这本书 李一平先生作为这本书的主要作者 他在书里中详细阐述了 如何运用街头运动和如何利用民众 去展开各种在中国开展有效的实际斗争 去颠覆中共政权 李一平先生称为颠覆中共的优秀的民主战士 是无庸置疑的 我建民选择一平先生在一起合作 那是建民到了海外这么多年 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从来没宣布过我的团队 我从来没告诉别人 我的团队后面站到哪些人 只有这一次搞全民共振 我和李一平先生公开的站在了前台 让大家知道我和李一平先生共同面对各种污蔑各种打击 也共同承担共产党对我们施加的各种压力 我只告诉大家 我和李一平先生 我们之间是一种互相鼓励 互相信任 共同战斗 任何离间是不会起一点作用的 那些离间的人你就死了那条心了 我吴建民这个人不是随随便便哪一个人离间的洞的 东共用了无数次的办法 希望能打击我们的团队 希望能抹黑我们的团队 希望我们这个团队里面产生各种裂痕 我告诉所有 帮助东共做这些事的人 你就死了这条心 吴建民也好 李一平也好 都不是当年八九时候 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子了 将近三十年的革命斗争 和我们集聚的那么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该如何面对中共 他的这种残暴性 和中共的政权的无耻性 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去应付 一切艰难困苦 而对全民共争 把他把他妖魔化 把他说成是手铐计划 然后让很多那种 内心弩弱的人 不敢站出来 而我在前两天节目已经讲 这些内心弩弱的人 他们才真正的口炮 他们都不是讲说我吴建民是口炮 那么全民共争计划是口炮吗 他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等到要行动了这些 这些 这些人才献出了他们的口炮原形 他们原来不敢行动 那么他们不敢行动 他们又怕别人嘲笑他 你不是动不动嘲笑别人口炮要行动吗 现在给你行动的机会了 他现在迁路于我们这些发起人 然后 是认为我们喊他去送死 他去当了炮灰 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敢上街 你只敢待在房子里面呢 这就像老鼠 老鼠在地洞里面 他是不敢见阳光的 他哪敢出去的 那个笼子里面的鸟 认为飞翔就是一种病 所以这些人 他就永永远远做奴才 虽然他嘴巴在其他奴才面前 他嘴巴哼哼 好像他自己有多么不满意 中国这个社会 这么多年来就层出不穷 有很多人 你看他甚至愤世杜俗 他骂起社会骂起别人来 他义愤填膺 但是你叫他做一点为社会推进 实实在在的行动 他敢吗 你嘲笑我吴建民 我吴建民一生是胆 我吴建民当年就一厘朝头 迎接风了 没有退缩 我吴建民无论是搞斗争的时候 还是对面对敌人的牢房的时候 面对共产党的 镣铐的时候 面对共产党的审判的时候 我吴建民都是大意凛然 你去看看我的判决书 你去看看我吴建民在法庭上的慷慨称资 就是共产党的露营 他是不会给你放出来的 这么盼望的共产党早一点倒台 把所有当年在共产党 牢房里面坐过牢的所有人的资料 全部公布于天下 你看看谁是英雄 谁出卖国战友 谁在共产党面前去写投降书 我吴建民 我不用跟大家去多吹牛 我吴建民的骨头是硬邦邦的 我吴建民在哪里都是顶天立地的 那些动不动 炸大糊糊 张牙舞爪 在网上三句话没说就大哭嚎啕的人 你什么东西啊你 你在我面前 连个毛都不算 你这种人你来诽谤我 你就像一条狗 你以为你们这些人讲了这话 主动到郭文贵面前谢媚 郭文贵就喜欢你们了 郭文贵就把你们当回事了 我告诉你讲 你不你错咋了算吧 太监他一天都晚揣摩主子的意思 但是主子未必喜欢你这个太监 你这种讨好县位 郭文贵不是看不出来 郭文贵弄不好当你是一条狗 郭文贵要杀你这条狗的时候 让你血都不减 啊 你只配做这种命 出台这个八八手铐计划的人 我多次讲过 你究竟是手铐靠住了自由 束缚了人民敢于挣脱手铐 还是说 你帮助共产党来维稳来扑灭这个全民共争活动 这个手铐计划的邪恶性 他不仅仅是讲到手铐计划 他甚至还造谣 重伤污蔑 陈文明先生和我一起合作的项目 就是自由雕塑公园 2017年12月11号 我们在加州15号公路沿线 洛杉矶前往拉斯维加斯方向 在耶摩这个路口 大约相距1000米左右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开启了一个自由雕塑公园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是我本人和一位知名的雕塑艺术家陈文明老师以及另外两位合作伙伴 我们一起共同合作的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呢 我们现在暂时定名为自由雕塑公园 主要是它的正式名称 我们还在政府那里核准 因为我们打算是把它建成一个非营利益机构 同时向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申请免税账号 这个大型的公益计划目前是属于申请中 那么未来我们是希望把它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罪恶雕塑员 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专门谈得过我们的自由雕塑公园 我们打算把它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罪恶雕塑员 我们会分批投入做制作一些雕塑 最近陈文明先生夜以继日的在感知李旺洋烈士的雕像 这么一个自由雕塑公园 一个向共产主义开炮的实实在在的行动的行为 一个让全体民众 记住共产主义灾难 记住共产主义罪恶的这么一个尸体行动 被你们污蔑成是共产党在钓鱼 说是连我们自由雕塑公园 都是在钓鱼 都是共产党的计划 你把共产党说得太愚蠢了吧 共产党会在海外花钱 找吴建民陈文明 去做一个揭露共产党 揭露全球共产主义罪恶的雕塑员 你讲这种话谁相信 你相信吗 有正常思维的人相信吗 共产党会那么愚蠢吗 你懂不懂希望把我吴建民包装成共产党的人 你就算把我包装成共产党的人 共产党也不会叫我吴建民发起一个全民共争计划 把老百姓鞠到街上 让共产党去抓吧 共产党也不会愚蠢到叫我吴建民 在美国沙漠里面 去建立一个自由雕塑公园去揭露共产党的罪恶吧 钓鱼 那沙漠里面钓到鱼吗 你到沙漠里面去啊 你做那条鱼你来给共产党钓啊 你真的是可笑 你这点可怜的智商 你当什么特务啊 我要是共产党 我要是你的领导 你这种特务 狗粮扣除 说不得他把政治法庭拉去毙了 你看看你自己那吉利啊 你在我面前去充什么 民主英雄呢 我不知道 建民搞民主的时候 你不知道在哪呢 你说句真话 民主是一个投身一项光荣的事业 要做好牺牲的准备的 牺牲生命 牺牲鲜血 牺牲家人 牺牲财产 请问你们这些大小特务们 你们做好了什么啊 你们这些人 如果进了共产党的牢房 爹娘老子都给你卖掉啊 三朋四友给你出卖 你老婆你能拿去给给捡拿掌税了 你就这样的人 你有资格来讲胡建民